1. 骑云楼孩子神幼12次 在199年复战16进8的比赛当中 2008复战队大战骑云楼 在这场比赛中上演了非常神奇的一幕 那就是骑云楼的一个孩子 居然连续神幼了12次 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2. 梦幻与披萨联动 梦幻西游居然和披萨一起联动 推出了专门的联名披萨 不得不说 梦幻西游的营销推广 真的是无处不在 3. 20205个赌徒打雪山 在199年复战16进8的比赛中 面对携带3000万战神的遗水雪山 2020全队人物直接变成了赌徒 并且开场就携带4个地厅 直接放弃了这场比赛 4. 新出120超级简易配饰 本草钢幕服务器新出120超级简易配饰 速度加20 下排双防御一气血 整体属性爆了不少 想象这个极品的配饰 很快就会被109的顶级大佬收入囊中 5. 145级别男衣交易 燕照风云一件145级别男衣服 打了17段宝石 防御488点 奈敏双加52点 最终以85个价格卖出